很累吧 我只要兩分補充 我還需要的 由李瑞鎮李生姬普娜來庭昭明 一同出演的小森林 12日舉辦發布會 其中號稱傲嬌男的李瑞鎮 除了各種拒絕和李生姬比愛心 連回答問題都要這樣裝固就是了 雖然嘴上不承認 但介紹人李生姬對於他的表現 也算是相當滿意啦 每出演一次節目 就被催婚一次的李瑞鎮 當然這次也是不例外 在這次播放的 我一直以為自己的主題 只要獨立活著 想要獨立活著 其實鼓勵我的老師 是我自己的主題 很難受的 因為我自己的朋友 有很多朋友 我會覺得 這次播放的比較舒服 自己的主題呢? 自己的主題呢? 你我認為自己的主題呢? 到底何事才能終結單身 粉絲可是很操心的